Street,Street是自串加S,因为它有很多的连线的方式.com 这个网站的话,就是把所有资料库连线的方式通通告诉你了 以后你只要把Open后面那一串改成你的资料库的那个方式的话 它就可以连线,没有问题,这个都试过了 那Enter之后的话,各位可以看哦 比如说,为什么知道我可以这样连线呢 各位可以看到SS,然后有什么AS400,另外有什么SQL Server,Oracle,MySQL,甚至Excel也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那其中比如说SS你把它点下去 SS部分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Microsoft的OLEDDB12 其实我那一行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这边而来的 我要按到Excel去了 那比如说我这一行,你会发现,Provider有没有看到,DataSource 这个是绝对路径的写法,就这一行而已 那如果说,你如果这个资料库加了密码的话,那也可以啊 SS里面也可以加密码,那你也可以怎么样?如果你要开,如果你有Password的话,怎么去开启? 请你参考下面这一行 另外的话,如果说你是放在网方上面,这边有个Network Location,就是如果你是放在网方里面的呼叫方式,就是下面这两行 其实就是它是把它拆两行啦,实际上你也可以把它写在同一行也OK的,也是就是Provider 再来就是什么? DataSource DataSource就是什么? 斜线斜线,你的电脑名称,加上你的资料库名称,资料夹的名称,再加上那个档案的位置 这应该可以看得懂吗?这边都有啦,保证没有问题啊,这都试过的,OK 那如果说你是什么,你是不是SS,你是SQL Server,这边也有SQL Server,各位找一下 Microsoft SQL或者是SQL Server Oracle这边也都有,然后还有什么呢? MySQL 或者是Microsoft SQL Server在这里,如果你是SQL Server的话 这边也有连线方式,所以你就要把什么 Open的部分,把这两行放过去 就可以去连接 不过SQL Server多了一个就是你要有